在Eclipse 挂上 ADD 其實挂 ADD 之後 那你就可以把我們可以開發 JSP 的環境 也可以開發 ENJOY 的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挂上 ADD 那挂 ADD 的話 因為你們之前是用 BUNDLE 的版本 ADD BUNDLE 不過我自己用我是沒有用那個 因為我發現那個其實 它雖然已經幫你打包好了 可是問題它的 Eclipse 好像不是最新的版本 不是最新版本 所以你用起來當然 還是用新的版本用起來會比較順手一點 而且感覺功能會比較強一些些 當然要用就要用新的 現在已經4.3的嘛 那你就當然用最新的 所以我大概每個月上課都會update一次 可能上次是4.21 再上次是4.2 所以一直從3一直到4 可能最快可能慢慢又會5珠來了 然後呢 ENJOY 開發環境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那個 Google最近有開一個那個 Google 大會 Google 大2013的大會 裡面就有發表一個叫做 Android Studio 的一個 ID 的開發環境 在那個Google 的網站上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把它 download下來用用看 那個環境呢 其實就是希望慢慢擺出 Eclipse 跟那個 就是說早期你必須還要掛很多東西 這種麻煩 它以後這個 Android Studio 一個環境全部搞定 而且它搞定最大的一個頭痛問題 就以前設計師 要必須面對一個問題 很大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每一個人的智慧型手機的size都不一樣 還有平板 有沒有 有智慧型手機有平板 那怎麼辦呢 你一個APP放上去之後 哇 怎麼亂掉了 畫面跑掉 可能在你自己的手機上亂OK 可是在別人的手機或平板上面就不OK了 那這個問題它在Android Studio 裡面就幫你完全解決了 因為它把它整合在裡面了 所以你以後畫面做出來之後 不會亂掉了 那這個部分各位也可以去try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才剛推出來 大概上個月的事情而已 上個月 因為它上個月才開會而已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關注這些 在Google的網頁 Google的首頁上面都有 那這裡面的話 比如說你要掛那個ADT的話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 這個畫面應該不陌生 在那個Developers裡面 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找到ADT的話 這個畫面應該各位很熟悉吧 那在這邊有一個叫Setting 這邊有一個這個ADT的Bundle 那不過我們用的是下面這個 就是Setting up an existing IDE 這個指的就是 如果我剛好有一個類似上Eclipse 那如果說我要download 我要在Eclipse裡面 Pride in的話 就選這一個 那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網址 基本上你install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一下你的網址在哪裡 有沒有不知道各位 因為這個Eclipse的它延伸性還蠻大的 你可以從這邊有沒有 HELP裡面 說明裡面可以有install new software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安裝一些外部的 這個Pride in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開發Android的話 你就一定要從這邊add 那通常我會在這邊打一個ADT 下面有個location就是網址 這邊有個 大家有看到一個Pride in的網址 那基本上你這個把網址 把它複製貼上就好了 複製貼上 貼上去 然後按確定 它就幫你怎麼樣 幫你把add 加載在裡面 但是這個方式 書上都是這樣寫的 可是我通常不會這樣用 我會用第二種方式 就是說 用什麼呢 因為這個方式都按確定之後 因為我們這邊網路太慢了 如果你在內的學校單位 咻一下就好了 可以用這個方式 但是在這裡 它至少要download幾十Mb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 奇怪是不是自己做錯了 還是網址錯了 其實不是是因為太慢了 那你如果說 要 直接 快速一點的方式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 不要用網址的 那你往下找 它其實 底下還有一個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用download的方式 各位有沒有看到 download pride in vip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你可以直接download下來 再安裝 就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addt現在是 22.04的版本 那如果你要掛載到 我們這個download可以 環境底下 我建議你用這個方式 這樣的話 一下子 我這邊已經把它點下去 然後把它download 我剛剛已經download一次了 有沒有 把它儲存 儲存在桌面上之後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一樣 只是說這個location 你就直接 不要是一個網址 你就直接 選下面 旁邊這個按鈕按下去 它會跟你要一個什麼 要一個VIP的檔案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download下來 在我桌面上就這個東西 有沒有 16MB 然後按一個 按open之後的話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會到網路上去存取 但是至少 馬上看到畫面 不然 你要看到這個畫面 如果用網址的話 假設在一般的網路環境下 至少要等了好幾分鐘 好幾分鐘很多人會認為 是不是電腦的壞掉或怎麼樣 就會有挫折感 所以很多人光這個 那一般的書裡面 都不會跟你講這些 書裡面就是想說 給你一個網址 那你就照打key上去 就卡在那邊半天了 那接下來就是這裡面有兩個 那要裝哪一個呢 其實裝一個就好了 NDK不需要裝 因為呢 除非你是這個設計 你用C++設計 比較底層核心的東西 你才需要用到NDK 你因為我們是SDK 所以定位是比較高層 就是我們是Use 我們是使用 我們使用那個韓式庫的定位 我們是比較高階的設計師 不是低階的設計師 所以你只要去打勾什麼 Develop tool 那裡面的話哪一些 就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因為你們在ADD bundle 都已經bundle好了 所以你不知道說裝了什麼 實際上ADD已經 那個bundle的版本 是它把Eclipse download下來 再掛上什麼 這個ADD 那掛上去掛這些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很清楚 那你就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如果說你要這個環境上面掛 Android的話 還是要稍微download一點東西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也還是需要等一下 它就會把我們上面看到這些東西 通通都把它裝上去 那裝上去之後呢 其實你要怎麼知道呢 到底有沒有成功 其實最好辨識的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畫面上面這邊應該沒有兩個按鈕 有沒有 小綠人的兩個按鈕 有沒有 小綠人的兩個按鈕 如果你ADD掛台成功的話 在這個畫面 你的Toolbox 就是你的那個 這個Toolbox裡面 就會多兩個按鈕 一個是有沒有 一個是Android的SDK Manager 就是可以管理你那個SDK的版本 可以安裝或者是解讀安裝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那個模擬器的有沒有 叫什麼ABD 就是管理那個模擬器的部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這個環境加載ADD之後 也可以開發這個Toncat 就是開發JSP Service 也可以開發那個Android 變成說可以多用途了 這部分的話簡單補充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部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講的重點是在這個網 這個網址應該各位都知道 那你可以用那個 InStall的 這個Eclypus Prime 這個部分 然後去找到下載 並且利用這個 這上面這個 這個說明裡面 InStall New Software 把它掛上去 這樣的話 你的環境就會有ADD的功能 把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一般開發我還是比較建議 你們可以用那個 手動 最好是用比較新的版本 結合這個ADT 把ADT掛上去之後 再去加載 那個 這個Android SDK 這樣的話 你這個環境就未必了 未必了